哈囉大家好我是明高 今天要用雙斧戰龍來打對戰 雙斧戰龍擁有極高的攻擊力 並且明明是龍系的他 卻能夠使用蟲系最強的先制技 迎頭一擊 讓他能夠在這個速度爆炸的神獸環境下 出其不易的做輸出 直接讓對手非常的崩潰 剩下的招式還有逆臨地震跟斷頭前 沒錯連一擊必殺的招式他也能學 非常作弊 太進化選擇蟲系 搭配生命寶珠再提升威力1.3倍 因此基礎點數就直接把血量以及攻擊拉滿 打一個最極致的輸出 好的那顯話不多說啊 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精彩對決吧 好那這隊是蓋歐卡的組合 他那隻鋁鋼橋可能是配合雨天的吧 其他有古頂路快龍正義法 紅雷金剛星 這隊怎麼感覺有點麻煩啊 如果是圍巾的蓋歐卡 那我可能沒有一隻可以擋欸 感覺只能先上雷光王了吧 如果能開出空間還有救 然後一樣是配合 雙斧戰龍上來收頭 最後一隻的話 最後一隻我可能要選沙瓦狼 等空間結束之後上來收頭 嗯就三隻吧 對方是先上了蓋歐卡 欸 不過這個很明顯是 就是要上來噴水了吧 那噴水沒事啊 噴水圍巾的話我絕對耐住喔 就算是配合這個降雨特性 提升了水氣1.5倍 那能耐住的話我開空間喔 嗯 完了 他直接太進化 演都不演了欸 還是衝浪 衝浪我 沈水 沈水耐不住了吧 這個太進化了 趕住 哈哈哈 這個完全沒辦法 好吧 沒關係我們上沙瓦狼 嗯 這邊挺住吧 先挺住 好 繼續噴水 這樣的話其實 我們不用太進化這一隻喔 因為 就算沒有太進化也收得掉 所以我直接起死回生 OK 沒錯 因為他的特防比較高啦 他的物防反而比較低 這樣我們可以省一個太進化留給 那個 今日的主角 銀頭一擊怪 喔不是銀頭一擊怪啊 那個 雙斧戰龍 上爭議法 上爭議法 爭議法 沒有道具喔 沒有道具喔 沒有道具的話 只能突襲了喔 我們就突襲吧 這個還受不掉 好吧 去吧 我們這邊 我覺得可以扣太進化耶 而且他應該也不知道我有先知機喔 先扣著 我們直接銀頭一擊 把他收掉 這樣最後 他最後一隻還有機會 OK 他完全不知道我有這招喔 呵呵 這很有趣喔 就算速度慢又怎麼樣 我們這招 可是 無視速度限的 而且 先知度還是加二的喔 超級變態耶 喔最後是 風雷金剛星 風雷金剛星 刷馬力 古籍拍落 然後 重返 我還是太進化好了 這銀頭一擊已經不能用了 那我們直接打一個 本系逆鈴 我的攻擊可是有147喔 超級變態 而且還有生命寶珠 這應該帶得掉吧 去死 這傷害太爆炸了 他完全耐不住 好啦那就沒事了 感謝對手指教啦 好那這隊是 顧熱盾的隊伍 看起來像是 顧熱盾配上 那個 那個波蕩水 突然間忘記名字 然後他的起點 有可能 他竟然有一隻 超級可愛的耿鬼耶 哇我覺得他這個人 感覺蠻會玩的喔 剩下有 古劍豹 土王跟鋼凱鴨 什麼是土王加鋼凱鴨的 耳爛隊伍啊 嗯 我可能先選個西式海人吧 然後搭配 搭配雙輔戰龍 最後可能需要空間吧 我們開個空間 之後 雙輔戰龍就比較好輸出了 好那就是三隻棒 好那這邊對方是 先派出顧熱盾 顧熱盾 顧熱盾就還行吧 我們這邊 優勢蠻大的 只不然他給我太金墊 瘋狂福特啦 不然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直接唱歌好了 因為我怕他 也有機會換上土王 好直接唱歌拼一下 鐵頭喔 可以喔鐵頭打我們也不會痛 而且對手還要吃頭盔 蛤 而且他怎麼 敢不太進化喔 我一個月爆就死了捏 故意掉我是不是 我再唱歌一次 故意掉我 還是不太進化 你怎麼敢的啊 可是也沒那麼好畏縮喔 OK 唱歌命中 哇 這個人超賭的欸 直接跟我畏縮拼到底欸 玩得這麼靠賽喔 這樣對嗎 好吧那 我們就月爆吧 好所以 哇那我應該 月爆就收的掉了 好啦反正也不虧啦 我們這隻直接 單換對手的 古德頓 還行還行 喔波盪水 波盪水 他上這隻 他上這隻的話 沒有招式可以打我吧 噴射火焰 然後水蒸氣 龍招也免疫嘛 欸那為什麼他上這隻啊 如果能耐住的話 我再賭一次好了 哼哼 玩上癮欸 這手如果又被我唱歌命中 那他應該很傻眼 泰水想要拼一個最痛的傷害 把我們秒掉 那我耐住嗎 水蒸氣下了波盪水 波盪水 波盪水 晴天下了水蒸氣 喔完全耐不住喔 好吧 這個傷害果然非常的爆炸 我們這邊直接上 雙斧好了 雙斧的櫻頭一擊把它換掉 他這邊應該不會再對我們 噴那個 水蒸氣了吧 而且晴天剩下一個回合 而且晴天剩下一個回合 我們太金化 銀頭一擊 這傷害超級爆炸喔 欸結果對方換人 哇他這樣子晴天就不要了喔 好這邊換上鋼鎧 好吧 那這個應該是打他的頭盔吧 癢 哈哈哈 是被抗喔 超級癢 欸他真的完全不要晴天了耶 不過其實我們是有斷頭鉗的啦 紅牌可以把它彈走 跟靠賽斷頭鉗 我覺得靠賽一下好了 斷頭鉗 有啦 哈哈哈 哇這招真的很有趣耶 可以把它這個 防禦物防超高的怪物直接換掉 帶這一招就是準沒錯啦 最後還可以靠賽一下 就算完全打不動他 哈哈 好啦那感謝對 不不不 還有波蕩水 這隻我們只能犧牲掉了 可是他的 我在想我們空間開不開得出來 然後再上來迎頭一次 應該可以吧 這隻耐久超級高 而且如果這隻送掉的話 我們雷冠王應該 也打不死他喔 好只能賭了 我們這邊上雷冠王 而且他晴天已經消失了 所以噴射火焰 噴射火焰應該死不了吧 噴火 哇這個噴火完全不會痛耶 可以喔可以喔 那我空間開出來之後 可以使用瑪莉做個輸出 好 繼續噴火 不要著燒就好 不要著燒就好 可以 OK OK還行 這樣的話 10萬瑪莉退場 然後迎頭一擊就贏了 噴火 這傷害很高喔 那 我們空間下 其實也不用迎頭一擊啊 因為 我們逆靈會比較痛 不用賭那個迎頭一擊 好 現在空間下還有三個回合 所以一定是我們先出手 然後迎頭一擊吃到屬性一隻是 135 然後逆靈是180 那就逆靈啦 最痛的 逆靈 嗯 噴 OK 好啦 那就謝謝對手指教了 這次是真的結束了 不過我們的白馬 好扛喔 耐住噴火兩發耶 真不愧是神獸 無恥的耐久 好那這隊是 蓋歐卡 氣勢猴 然後鼻涕獸 古劍爆 賽富豪跟 那個 仙子一步 雷冠王開空間好了 感覺他打我們這隊會先發 氣勢猴吧 然後我們再選一隻雙斧戰龍 那如果首發是古劍爆的話 選卡普七七不錯吧 好那就是三隻棒 好先上古劍爆 那還行吧 咬碎就有點麻煩了耶 如果是有咬碎的話 嗯 不管怎樣我先換個西式海人好了 他不管是冰柱追擊啊還是咬碎 然後我們都半解 而且還可以 如果是咬碎還可以吃頭盔 喔突襲的喔 好喔 突襲那也可以啦 接下來他就 得換人了吧 得換人我們先來個水帆好了 好換 這樣有抓到 好那個賽富豪 還行 哇我們先來個水帆 不然 我們再上雷冠王好了 一樣先把空間開出來 不然 雲頭一擊怪 可能沒辦法打喔 然後這邊 一定要太進化了 開個空間吧 我們開個空間 他接下來就會被紅牌彈走 好 桃金草 可以 只是 你這樣子就 無傷幫對手替換了 對手我應該覺得蠻爽的 壓降低特攻之後 流場也不好嘛 一定得換 最後 蛤 最後怎麼是海兔啊 我也是蓋歐卡耶 那完蛋了 這個空間反而 幫對手開 他的速度也超級慢 最後怎麼不是蓋歐卡啊 我這樣速度有比他慢嗎 不管啦我先選馬 哇哈哈哈哈 他速度比我還要慢的喔 好吧 那我們選馬 也收不掉 哇 這個空間反而幫他開了 非常的尷尬 所以他接下來可能 自我再生吧 好啦我們上 雙斧 不會連續哈欠吧 嘿自我再生 所以接下來 哇他的血又補回來了 有點煩 而且我感覺我空間會被他拖完耶 兩回合 這邊打一個 最痛的逆鱗了吧 還是贏頭一擊 好啦最痛的逆鱗好了啦 因為如果 不處理掉這一隻 這場也不用打啦 好這樣特防可以 逆鱗 可以 傷害果然非常的爆炸 可是啊這邊可能 上賽富豪吧 那如果是賽富豪 我們也只能 只能硬打了啦 喔上古劍爆 喔他想要突襲是不是 突襲把我們收掉 好吧 也只能這樣 突襲 蛤 還收不掉耶 竟然還收不掉耶 對手特性會這樣 防禦的說 這樣子我們超級賺耶 把他的皮帶換出來了 然後同時 生命寶珠退場 結果還可以吧 還滿賺的喔 空間結束 我們不可能上壘冠王嘛 因為他會冰住最急 這邊也只能 先上西施海人了 再水反吧 再水反 欸他沒有打點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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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喔 讓我走 讓我水反走 我求求你了 沒有人天天 我明明可以維持 超多的血量打他的賽富豪 可是他這邊就給我連續衛縮 你再衛縮一次我就不打囉 OK 要這樣威脅就對了啦 你今天衛縮了幾次你說 真的是 快要受不了囉 好啦那我們換上 雷冠王吧 這邊我要不要開個空間啊 我感覺空間之後他會戲法耶 對不對 對我感覺他會戲法 先不急吧 他如果要討金潮 我們犧牲這隻也可以讓他降低特攻 也有可能直接配合太金化吧 太金剛直接炸 那如果把我們雷冠王收掉的話 這場就沒了 不能發生這種事 來喔太金 OK 喔他已經幽靈啦 那還行那還行 我們這個犧牲值得 屬性一致兩倍 所以他的暗影球 招式威力會到 到一百六 然後他的桃金潮 招式威力是一百二 加上屬性一致是一百八 所以我們一百八的傷害 也只有不到一半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 我只能雪茅了對不對 因為就算開出了空間 我們下一回合 還是得進攻 如果這一回合收不掉 遊戲就結束了 好雪茅 好 拜託 可以收得掉吧 他竟然 不是眼鏡的 白色香草 收得掉吧 動 OK 還行 傷害很夠 這隻練固執的就是不一樣 差點翻車 好啦那就感謝對手指教了 好那這隊是 殺暴的薯頭地龍 跟晴天的固熱盾 配正義法的組合 而且剩下兩隻懂嗎 都是一些 惡心的寶可夢 毒靈有點麻煩 嗯 先發不是殺暴 就是固熱盾吧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先選土地雲吧 土地雲也可以上來 挑釁他的河馬獸 可能要開個空間喔 所以我們選個雷冠王 配上 雙斧戰龍好了 空間開給他 就是三隻幫 這邊是先派出了 毒刺水母 哇 毒刺水母都來了 這樣子他擋不住我的地震喔 而且他也沒有一隻可以上來擋 好我直接地震 這隻通常 客房比較高啦 除非他直接玩HB 怎麼樣 速度還比我快喔 先撒出了土地雲 還好我沒有丟挑釁 然後 這邊他 黑色污泥的嗎 嗯 沒錯 再一次好了 再一次把他捨掉 他看來就是 只能換人了吧 不然太進化這一隻 有點浪費喔 好 終極出去 好 還給我集中要害 不要隨便就集中要害好不好 不過也沒事啊 能收掉就是好事 顧勒盾 OK 顧勒盾 嗯 這邊應該不會劍舞吧 好我覺得穩定 安全一點我們先重返好了 應該是耐得住一下 好 神秘東風 哇哈哈這個耐不住的喔 這是頭帶的吧 好吧 不過他這樣也吃了一堆反傷 呃 上磊冠王吧 只能上磊冠王囉 不然他硬是太火的話 我感覺雙斧戰龍 也完全耐不住喔 他的頭帶超級變態 那如果是磊冠王的話 就耐得住了 只是要跟著太進化 先空間吧 我們直接戲法空間 欸 為什麼 最後竟然是這隻 完了 他速度比我還要慢的喔 他速度比我還要慢 不過看到我們太進地 他也得太進化了 然後他這邊會直接進攻 就會被紅牌彈走 就會換上那隻顧勒盾 嗯 直接把他硬掉好了 雪貓 OKOKOK 開進化 那也可以 他應該速度 會比我快出手吧 空間下 可以可以可以 還行 這樣就彈走了 不過怎麼是非彈針啊 竟然會有人玩這隻非彈針的 喔我知道他是什麼了 他是不仁不義是不是 配合中毒的特性 那個毒靈 哈哈 哇 竟然有人玩那個 超級稀有的特性 欸 那可以喔 好 這樣他彈走之後 吃過我們的雪人貓 我覺得對手這個組合 也蠻特別的欸 要給對手一個respect 這麼鳥的 不仁不義都來了 還蠻有趣的欸 不過被我紅牌陰掉了 他應該也很後悔喔 早知道不要打他的 這個人怎麼帶紅牌啊 可惜啦 喔最後的希望就是 他的非彈針我們能耐住度的 因為他也太已經 蟲了 所以如果我們能耐住 耐住他的非彈針的話 這邊因為攻擊加1了嘛 所以可以把他打一個最痛的 之後我們再用 再用那個 銀頭一擊怪把他烘掉 好來喔 可以耐住吧 直接雪茅 扛住扛住扛住 扛住 每一下都必定要害 不過我感覺他這樣玩 應該是老千了吧 試下就好喔 試下就好喔 拜託你啊 好聽喔 哇 真的耐住 真的耐住 好啦沒了 空間還有兩個回合 根本就幫對手開空間嘛 而且我這場怎麼是鐵頭啊 啊 這個傷害連逆靈也受不掉 好啦真的沒了 欸不對啊你這樣子玩 你自己也要開空間吧 配個空間手把 那是白蹭別人的空間的啊 你這戰術是不是只能贏我這一場 你老實跟我說 我不會笑你 真的是一個專門針對別人的空間的類型耶 其實戰術玩得不錯啦 好啦那我們只能投降啦 有謝謝啦 這邊對手是 先上長矛巨魔 嗯 長矛巨魔的話 他就光牆了吧 我們直接逃進場 這個眼鏡他應該耐不住 就算開了光牆也一樣 好對方這邊開了光牆 殺得掉吧 淘金草 哇 這個死不了喔 他的耐久 點那麼多喔 好吧我們再淘金草把它射掉 反射兵 欸沒有欸 博物場地 欸 開博物場地 可以防止 異常狀態 喔為了火神而開的 好吧 嗯 他會蝶舞啦 他會蝶舞 我們直接上 水灌網好了 應該不會火之舞吧 可以蝶舞那沒問題 然後接下來 蟲鳴啊 或者火之舞 火之舞可能性比較高啦 因為火之舞還可以 有50%機會提升特攻一級嘛 所以我們直接太金化 好啦直接太金化 雪... 毛 還是空間 蓋一蓋 啊雪毛好了 我們直接太金化雪毛 因為他這邊 會被紅牌彈走 所以 我們可以打他下一隻 OK火之舞 這樣還耐得住喔 這邊觸發紅牌 看是誰 吃我雪毛很痛喔 來吧 去前堂啊 好吧 其實傷害還蠻高的 然後我們速度比他慢 我們可以先細把空間一次 然後再 10萬馬力 蟲咬 哇 那個蟲咬的耶 很特別喔 他可以搶別人的果子耶 不過這邊 因為我們開空間之後 速度比他快了 所以我可以 10萬馬力 做一個比較大的輸出 子彈拳 好他想要拚一下 欸不是吧 這個給我要害 怎麼運氣那麼好 他還有光牆 好吧我們上 雙斧戰囉 我只能地震了 可是飛本的地震我覺得受不掉 那也只能斷頭鉗啊 地震要兩下啊 斷頭鉗只要一下 怎麼想都是斷頭鉗比較賺嘛 斷頭鉗 來個 OK 這遊戲真的很有趣喔 反正打不贏就斷頭鉗嘛 非常的合理 因為空間還在 所以 我速度會比火蛇摸還要快 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太妖的 蠻多都是太金妖精的 這樣與其拆他是不是太金妖精 我不如在斷頭鉗 真的不是我愛賭耶 那個太金化給我的威脅太大了 我其實也是破於無奈的喔 對 怎麼那麼好玩啊 而且他的光牆還沒有結束耶 這樣子我也不用拖他的光牆時間了 超級迅速的 好啦那一樣就感謝 對手指教啦 謝謝 感谢观看